台湾地区领导人和台湾地区民意代表 两项选举今晚尘埃落定 得票第二的中国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成人败选 这位者得票第一的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 单纯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对于这样的选举结果 以及他对两岸关系将产生何种影响 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解读 一 我们先来探究一下原因 在我看来大概涉及这样几个方面 一致民进党掌握了执政支援 为了胜卷全境一切手段 比如政策性买票 国民党对此曾经罗列国民系 秋冬旅游补贴 计程车换车补贴 婚宇补贴 提高老农补贴 夜市消费补贴 旅游车兰油补贴等等 翻词种种不一而主 比如利用党 政 军 特 县等机器打击对手 再如收养网军和绿色媒体抹黑栽章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这是一次安占的选举 没有任何公正性可言 其次是蓝营内好 内斗内行 外斗外喊 是蓝营顾及 这次选举从一开始 蓝营内部争议不断 外部缺乏奥远 让广大的支持者为之心寒 再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干扰 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反华势力 公然介入顺举 特别是美国 为了直接帮助台湾来强化应对能力 推出一系列涉台法案 重拢民进党对抗大陆 还有就是民进党为了捞取顺举利益 在香港修理风波中 身份作揽 他们只入围码颠倒是非 在党内制造恐怖效应 从这次的二合一选举结果中可以看出 虽然蔡英文连冷 但寒流崛起在党内是不争的事实 他们发出了要求改善经济 发展民生 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烈呼声 这股力量将在牵制蔡英文和民进党方面 继续发挥作用 民进党继续执政 依旧解决不了岛内的深层次问题 台湾民众要继续准备过苦绿子 对于台湾这次顺举的结果 不少关心两岸关系发展的人士 不明有些疑惑或忧虑 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和平统一的道主窃场 这些疑惑和忧虑都可以理解 不过在我看来 大陆已经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过去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 两岸实力对比 我强 大陆完全有能力遏制台独分裂活动 有信心保持台海形势中体稳定 引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扎实地推进国家统一进程 大陆对台湾的影响力 塑造力吸引力利益增强 过去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 到内不敢读 不能读 终将被统一的集体论知 利益强化 随着大陆国际地位的提升 影响力的扩大 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 律驱巩固 态度分裂没有任何空间 虽然美国为了遏制中国 不会放弃打台湾牌 但美国绝不会为了台湾利益而停而走险 然这次选举结果 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 部分台湾民众在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复杂心态 这种复杂心态来有致 非一律之行 首先经历不同历史遭遇和社会发展变迁的台湾民众 在思想情感价值取向 视为翻试等方面 与广大的大陆同胞有着不小的差异 对一些攸关国家民族重大利益的问题上 看法也不一 其是台独分裂势力的去中国化 造成严重的认同危机 特别是教科书的刻意扭曲 直接导致逃内青少年对国家民族文化认同错乱 一直以在很多年轻人的认知里 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 两岸没有关系 第三大陆崛起 台湾找衰 两岸综合势力赤销逼掌 让一些台湾民众产生了失落感 焦虑感和危机感 面对利益强大的大陆 少数台湾民众 深怕失去政治经济和自主权 更惧怕两岸统一 这给了民进党兼奋插针的机会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大陆同胞应该秉持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愿经味填海的毅力填平台胞的心盒 愿充分话语的善意化解台胞的心结 回顾过去十年 蔡英文上台后拒绝承认九二共识 两岸关系失去信任的基石 民进党并未兑现 所谓拼民生护民主守主权的承诺 反而借用香港问题发酵 在岛内兜首芒果杆 制造大陆打压台湾的假象 欺骗生命 首先蔡英文近期未损据肇事实 不断吹嘘台湾单季度GDP增长率 这番台湾经济已经重回亚洲市小龙头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9年10月15日发布报告 将台湾去年GDP增长率预期 从起前的2.5%降至2% 和韩国一致略高于新加坡和香港 但就台单局乐中于和大陆比拼的人居 GDP领域 台湾以26319美元位居于市小龙莫尾 民进在台湾经济领域制造的还言不止一个 作为蔡英文经济政策主打派 2016年台单局极力推崇的新南向政策 目的是为了摆脱 把台湾经济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而实际上这四年内台湾不仅减少了 最难向国家出口比重 反而加重对大陆经济的依赖 2018年台湾对东门十国的出口额同比暴跌34.7% 对于东门十国出口比重为17.3% 比2017年的18.5%少了1.2个百分点 更比马英九第二任期时平均的18.6%要少 而同期台湾地区对大陆出口额上涨6.3% 出口比重上升至41.2% 台当局清除大陆经济对台湾经济的贡献率 却依旧要和大陆割席 除外当地民生发展 陆克制游行至8月起暂停后 赴台人数迅速下降 去年11月赴台旅客通比负增长3.29% 其中陆克纯数大跌53.88% 万报于去年12月底 原民岛内旅游业界仍是预估 去年台湾旅游节将因此少赚200多亿元的新台币 明镜岛为应对此事 至今陆续提出几波补助 金额总计仅56亿新台币 相比之下如同影哲之客 相比之下马英九时期赴台旅客人数周年上涨 2008年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胜 不少蓝银县市展千万大陆推介观光旅游和农鱼特产品 令2019年上半年赴台陆克人数优手攀升 而此时蔡英文又力推所谓的国安无法以及反胜头发 去年12月台当局突然收查了 20多家承办两岸昌返团的旅行社 执意顺朗恐怖情绪 单方面阻碍两岸的交流互通 在阻碍两岸交流互通上 不得不提蔡英文主要台胞通节 反乡的励志 2018年至今的三个春节假期内 台当局两次拒绝为反乡台胞加班机 以台湾人民作为冷治 要挟大陆释放善意 最后还是大陆韩师主动的加班加点 祝台胞回家过年 初次以外2018年台湾金马奖颁奖典礼上 由台湾导演发表态度言论 蔡英文事后非但没有批评 反而举以肯定 将艺术政治化引发两岸各界部门 到了2019年台湾金马奖大陆影视业的人员集体缺席 其决定获得资本市场的冷客 赞助商纷纷退群 此时蔡英文却将锅甩给大陆 认为是后者将艺术政治化挽起双重标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蔡英文企图靠污蔑抹黑 撼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大势 是绝不可能得逞的 蔡英文及民进党的种种行径 本已招受台湾民意的反对 2018年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选 足以说明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在基层行政治理上的不满 韩国瑜作为国民党候选人 出战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后 民调一直高于蔡英文 也说明台湾民众迫切想要打破台湾政治格局的心愿 然而至今年5月起香港修理分波爆发 蔡英文借机炒作 借此塑造中国打压台湾的假象 企图欺骗更多的台湾民众认同其互主权保台湾的形象 将香港问题联想到台湾也是民进党一贯计量 现如今蔡英文的如法炮制 在我看来是民进党不经查证不加失所 反射性认定大陆打压的表现 蔡英文在围绕民生经济领域制定的政策批乱无力 依托编织谎言专一公众视线 欺骗广大台湾同胞 而从过晚的两岸关系角度来看 只有台当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同胞才能获得更好的名声复制 台湾才能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